你拍我的樣子給你看 我的模特兒真的太有型了 不是穩定一個月一定有一個收穫 那個月接少了之後就會加上壓力又快了 早晨各位 大家都知道我們平時是拍婚攝 拍攝拍攝的 我們如果一天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的時候 我們究竟做什麼呢 我今天詳細地拍攝我們 廢青的一天是怎樣的樣子 那首先我現在這個時刻 就是要叫醒楊卓榮小姐 煮早餐給我們吃 要煮給我 要煮給薯仔和咪咪 要煮給薯仔 叫醒他 喂阿榮 醒了喂 喂 你好 小姐 好 喂 好 哦 快點出來 吃早餐給我們吃 哦 哇 今次這塊才是真正的成功 印度肉 什麼 你来吧 -OK的 -好嗎? -看你回到我的食店了 -這部電影真的是我人生中最喜歡的電影 -為甚麼? -真的好像說一個人生那樣 -我們今次就是一個神秘的任務 -就是我們獲得Sony的 -Sony的Xperia 1 III -那我們就會選一個攝影比賽就是 -樂泳鬥鬥鬥鬥 -我們就會透過用這部Sony Xperia 1 III -去鬥攝影的比賽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出發先啦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 -樓浮山了 -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海邊 -進行這個拍攝的比賽 -首先第一個環節就是拍風景 -然後另一個環節就是我們鬥影 -然後第三個環節就是拍薯仔和Midman -大家記住不要給那麼多同情分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喜歡你的同情分 -但是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 -我很需要 -我們是憑實力做人的 -我不懂拍照的 -我沒有概念的 -走吧 那這一天進去就可以進到沙灘的海景 -而樓浮山就出名多海鮮 -很多人特意來這裡買的蠔豉 蝦米 -還有蠔油 -出來了 -很漂亮 -樓浮山湿地道 -其實它的景跟夏伯利差不多 -那樓浮山就一下坐車就到了 -再近一點 -對了 -那我見到有人在玩航拍 -你見不見到阿永這個樣子 -是虎老的 -給我手機拍照 -我都不懂拍照 -我不是拍照的材料 -但你不需要怕 -老婆不懂拍照不要緊 -你拍我 -你拍我我引給你看 -你見不見到這個很威力的風景 -今天那個天氣是甚麼都不能忍 -不過不要緊 -忍不到天空 -我們可以拍一些航拍 -航拍都很特別 -你見不見到這裡 -哇 -又可以教這個快紋 -快紋不需要多 -120毫 -RK -哇 -還可以AIMO -AIMO鏡頭 -哇 -正常綱也行 -然後這個24-70mm -哇 -1805都行 -那我就想拍一個Y鏡 -哇 -16 Ultra-Y的角度 -拍照呢 -最基本就是要拍到風景 -面貌 -你就要來一個低炒的角度 -那你就可以拍到一個很澎湃的感覺 -因為手機其實是很靈活的 -你可以怎樣移動都可以 -對似這樣的角度 -那我今次就選擇用24mm鏡頭 -24mm鏡頭是我這個鏡頭的那個焦距 -那我喜歡拍片都用這個焦距 -這次就想拍一下這個紅色帆布 -怎麼夠你玩啊 -都不懂 -啊這個 -這個真棒 -這個要拍 -我現在喜歡的 -你要有一點壓力 -你弄到我好大壓力 -你看看今天我們這麼陰天 -大佬 -哇 -你要拍得很漂亮 -很難啊大佬 -有些東西在這裡 -有些東西在這裡 -很難啊 -很難啊 -好 -我不知道 -我呢 -這次的一個決定 -就是不要拍那麼多大景 -它這裡是有一點點廢墟的感覺 -但是又可以拍到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今天我的比賽這個風景我搞定 -然後帶我來 -上手以下 -準備好嗎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啊 -好熱啊 -不要再加一件衣服 -有些Layer -有些Layer -快點啦 -OK -那我就會選擇這個24mm的鏡子 -因為它是自動的 -Auto就內切了這個24mm的鏡子 -我就相信它這個 -出發啦 -不要說什麼廢話 -好啦 -拍鏡我真的完全沒有概念 -這裡我覺得這張椅子和這張椅子 -成了一個強烈的對面 -哇 厲害 -原來它有個快門 -是直接這樣可以拍照的 -這個快門也蠻好按的 -扎馬去拍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跟他站在這裡 -我就決定出去拍 -喂老婆 -喂老婆 -老婆 -看這張老婆 -好可怕 -看這張扇子 -是青苔利益 -好啦 -我就決定拍 -這裡有一個大景 -好嗎 -都不是我評判 -觀眾是評判 -我不懂的 -這樣呢 -我剛剛拍的景點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我打算再捕捉一下這個位置 -好 -你搶了我的想法 -這個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 -在這裡 -好 -你抽著一條褲子 -這樣拍一張 -還有這個IAF功能 -它是對焦到眼睛 -哇 -拍到它的麥克風很高 -好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IAF功能 -是對焦到它的人樣 -超級厲害 -搞笑姿勢 -裝上車先 -他這樣上車的樣子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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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嗎 -你這麼漂亮 -我均了肥子 -不可能現在的樣子 -好嗎 -我覺得呢 -這個紅色 -這片紅色 -是很有重點 -因為你個人 -灰黑黑 -死氣沉沉 -是這片紅色的 -好像在扮在布上 突出來 完全是 你在這個布裡面 不是啊! 你要像帥哥一樣 帥哥? 等一下,什麼叫好像? 我擺明是一個帥哥 這樣這樣這樣,沒有動嗎? 可以嗎? 這些比我拍的更漂亮 真的嗎? 我的模特兒真的太有型了 全部的姿勢都是我自己做的 其實我們今天是記錄一下 我們今天沒有工作的一天 其實很明顯我們今天就是有工作 有時候做freelance的時候 就有做freelance的緊張 好像我們今天很開心 有Sony的手機廣告 但是有時候 可能一個月都沒有一單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YouTube那邊沒有收入 就真的只有這樣 但是又要交兩邊的租 對,又要交租 又要交studio 又要交家的租 那你那時候就會覺得 拿得點錢去交租 這樣的感覺 不是穩定一個月一定有這個收入 可能那個月接少了 然後就交了 壓力又大了 對,你就會很敏 不開心 說到我們好像賺不到錢 說到我們夢想是賺不到錢 你有沒有那麼慘 不是賺不到錢 每個月都不確定的收入 不確定 可能突然很有錢 對,突然很多 突然幾十萬 多了 多了 多了,有時候又少了 你經常都要經歷這些 說一下我們賣衣服那邊 怎麼樣?老婆 賣衣服那邊 你什麼時候有更新的? 不是啊 我那天吃火鍋 我們朋友說 喂,你那個店 賣衣服店 六個月前更新的 整個月沒有更新的 其實因為我真的沒有空 其實也是 我怎麼會有空 那些影片又是我剪 我每天都跟你出去 現在Youtube已經被人說 我們這麼少片 難怪這麼低收入了 這個我也想說 有說法 這個我真的想說 你們是否拍得少片 所以只有2千元 沒錯啊 我們為什麼不拍多一點 就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再全副心機 放在Youtube上拍片 我們整個月只做一件事的話 我們的收入就是 可能一個月平均四千 你說我們少 我們一個月都三條片 對 兩三條片 扯盡六條片 今天四五千 我們都不夠交租了 對啊 所以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們才能夠這麼低產量 如果真的 你全副心機放在Youtube 我相信有些人是可以 但是我們不行 因為每一條片的價值 是大 每一條片都十幾二十萬人看 每一條片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回到本 那是否可以繼續做很多條片 我們的視頻率又不是真的超高 所以有人說 最少才少 才少 對 雖然當然 當然 但是 我們如果再用心 下去 得到的都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我們才會做其他副業 不會質心地放在Youtube 對 而且Youtube真的很不穩定 你以為這條片很爆 好像之前我們拍的雲海片 想著這條片最多人 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看 但最後實質 按進去條片看的人 是多 對 所以有時候想不到 好像上一條片 我們新屋這個 我也沒想過有這麼多人看 我想要多一點 對 雲海片我們真的很大期望 我們用了很多心力去拍 拍完之後 我們暈了十幾個小時 在家裡 因為真的很累 不過有點壞了 所以 對 適合年輕 那我們再看看風景 然後就 走了 我們回到我們的小家園 我們現在繼續進行下一場的BATTLE 最後一場的BATTLE 就是拍我們的 小咪咪薯薯 我們試不試 就立即大顯示威 好了 各位 我第一個選擇就是拍MID 但我想說MID是一隻 很不喜歡鏡頭的貓 他一看到鏡頭 就會立即閃開 哎呀 這個按鈕 你不要按了 按一點點 輕輕力 它就會是對焦 很厲害 動物都很厲害 對 MID 什麼 很喜歡拍照的 喂 這個位置不夠漂亮 不過我動不了 這壞東西就可以動了 來吧 站在這個桌子上 是可以呢 站在這裡 乖 不要摸些了解 哇 不要摸些了解 哇 好像很棒 這一棵花 就是MID是最喜歡的花 我就會去抱MID過來 你就不行了 我看你表演什麼 可以進去 你看我能不能拍照 乖乖 你最乖乖 很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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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他就開始在這裡吃草了 你看MID是有虎鼻鏡頭 不是 我想吃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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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拍他吃 哇 好漂亮喔 這幾張 你真的超可愛 糟糕 哈哈 你真的超可愛 哈哈 你上完一半時間 入了顏色 我們再加這個 紅色杯在旁邊 放在那邊 哈哈 抱著杯 好可愛喔 大家看完我們的作品 我們現在再給大家看這三張作品 讓大家看看 大家現在可以去投票 然後留言 如果你覺得我拍得漂亮一點 就一號 在留言區就一號 阿榮寨一號 就說回這部相機 Xperia One Mark III 對 手機 這部雖然是一部手機 但它有相機功能 對於我們這些用開Sony的用戶 是覺得非常棒的 因為我們是用開Sony的Alpha系列 它這個介面 是Sony相機Alpha系列的一個介面 我看到這個畫面是極之熟悉 就是因為它的快門 AF 連拍 過片模式 全部和相機的模式是一模一樣 所以是很棒 用相機很方便 而且它這個設計 它教你自動Mode 手動Mode 這個位置 是做得非常棒 真的好像自己 拿著一部相機 真的像你相機 而且它也是一部輕手機 它只有885g 這部相機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教擋檔案模式 即是可以選擇 你拍JPG也可以 拍RAW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拍RAW的話 你對一些攝影師來說是很棒 即是你後期調色上面 又可以多個選擇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們這條BATTLE的影片 大家記得投票 投我一票 我輸了有沒有懲罰 輸了的懲罰 是 我想到了 如果它輸了 就是要拍一條24小時做家務的影片 如果我認識的話 就要拍一條24小時 不知道 我還沒想到 都是做家務的影片 哈哈 沒錯 好 大家記得 準備投票 好 讓阿榮做24小時家務 大家應該都很想看她做24小時家務 好 第一記得 阿樂就是1 我就是2 2 2 1 好 好久沒見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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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